女子遭强压在海边的石头上性侵 是意图injimage分享 灵性男子不满女友想分手 前后将他压在海边的教室上 自小客车内 强行脱裤再用下体 手指二度性侵得逞 甚至还抢走他一万多元像金陶逸 领导案虽坦诚犯刑 但始终未取得女友原谅 法院省卓后将依法将他判处 期徒刑四年 监警调查 灵男没有千科 去年七月凌晨一点多 他约了女友到北海岸散步聊天 他突然性欲大发 提议要在海边直接和女友发生性行为 但对方不肯临近将他墙压在教室上 再扯掉女子库的性侵得逞 事后女子不满提分手 双方约好出面谈判 但两人一言不合在车子上发生争吵 女子开车门讲离开 灵又把他拉进车内 用力压在椅背上 不顾对方挣扎 呼喊 还反折他的双手 再用手指下体性亲女友 隔天女子下班骑车要回家 却在大马路口遇到男友 灵试图想挽回 表示有话想和他说 但女子不愿原谅对方打算直接离去 林南索性拔下女子机车钥匙 还抢走他刚领一万多元薪资的包包后逃逸 女子不甘收入报警提告 法院认定 林南为了卸狱 二度对女友强迫性交 造成对方身心受创 虽然始终坦诚认罪 但女子表示对方至今都没道歉 也不愿意原谅林 审卓后一方 害性自主强制等罪嫌判处林南四年